这几年中文简体权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油管博主徐晓东 应该算是有一号吧 也算是一个大V了吧 这个王歪嘴当时也是蹭这个徐晓东的流量 最开始他们还做过节目嘛 好像还跟瑞瑞一起做过节目 但是因为王志安的事情 王歪嘴来过一段时间日本 跟那个王小山的五岳散人李承鹏 不过李承鹏说不认识王歪嘴 他想跟人家攀关系 人家不认识 后来这几个人就闹掰了 这几个人一起攻击王志安嘛 就是在那个铁链女的事情上 还有一些很多重大的新闻事件上 几个人的意见有分歧 那么他跟王志安交板了 王志安就 王志安根本不知道王歪嘴是谁 就不搭理他 因为王志安被攻击的太多了 这些小号人家就不搭理他 他想测试一下流量 但是徐晓东不一样 徐晓东跟他做过节目嘛 徐晓东也跟王菊做过节目 徐晓东也认王菊这个朋友 所以说徐晓东替王菊说话 这个王歪嘴就很生气 他以为徐晓东应该是跟他一起的 王歪嘴说话吧 就是满嘴不要脏话 特别损 就是王菊 王志安根本不会跟他这样的人去死 但是徐晓东不一样 徐晓东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管你骂什么脏话 我也要骂回去 不过嘛 徐晓东可能 怎么说呢 他的 这个影响力大 然后 相对来说 被人拿捏的这个可能性也大 但是徐晓不一样 徐晓去撕王歪嘴 一撕一个准 因为徐晓知道王歪嘴的很多 这个卖房子的事情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是徐晓不是 并不算是公众人物 他没有那么大影响 他没有把柄 让这个王歪嘴来拿捏 再一个徐晓也是东北人嘛 这个就让王歪嘴 想对东哥发起地狱攻击做不到 而且徐晓跟东哥是好朋友 东哥让瑞瑞 瑞瑞主动提东哥出头 首先说东哥就不是 不是地狱歧视王歪嘴 再一个呢 瑞瑞这口才也挺好 把王歪嘴撕的也是体无完肤 你看王歪嘴在节目上 就不敢跟瑞瑞对峙对吧 他就不敢直播跟瑞瑞连线 计划